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市设开案 让政府团队面子挂不住 总统马英九把高层官员全都聚在一起 召开连政座谈会 要大家痛定思痛 还说不怕家丑外扬 不管多高层级设案都会办下去 但是外界也质疑 这根本是一场作秀大会 不过行政院院长陈冲就反驳了 这绝对不是大拜拜 林毅市所会案已经延烧了11天 为了不让政府团队蒙羞 马总统大动作召集44名高层官员 参与连政座谈 不但要宣示贯彻连结的政府 还要痛定思痛 是痛心 是痛心 但在痛心之后 我知道更重要的是拿出决心 与众心成连续说了两次痛心 但该怎么展现防滩速滩的决心 全面彻查不容许灰色地带 行政院也拿出国营事业的人事调动公文字清 在2月15号 然后接着是院长写卢尼 表示选用人事绝非个人就能 只手遮天 而面对外界质疑 座谈会是座秀大会 陈冲不能认同 不管座谈会是扎马步 还是走马看花 能够有实际作为 才是人民最关心的